對我講話 好 這結構我們差不多就準備開始了 好 5 2 3 2 3 2 觀眾朋友們午安歡迎收看TVBS新聞網的新聞宅集變 我是主持人宅軒宅宅 最佼點新聞我們聽你說 今天我們邀請到街頭小霸王林鄭傑 鄭傑哥我們歡迎鄭傑哥 鄭傑哥 大家好 宅軒好 鄭傑哥因為剛動完手術喔 但是還是很願意跟大家來聊一聊 我先講一下鄭傑哥你現在目前身體狀況OK嗎 OK 剛剛好像有最新的檢驗結果出來對不對 對 我檢驗的結果是解除警報 我的肺部 肺腺癌 去拿出一個0.8公分的檢體 結果檢驗出來裡頭沒有癌細胞 太好了 所以我沒有肺腺癌沒有復發 這算是新年的一個好消息啊 就是代表鄭傑哥也要持續帶著大家 往前衝了對不對 好 我們就期待鄭傑哥繼續來為這個民主自由來打拼 那我們今天就是要來聊一下今天的最大條事情 包含了就是我們的邵康哥 是不是要出來選國民黨黨主席呢 還有這個霸解的行動喔 蔡英文出來挺這個反霸解的行動 到底背後有什麼樣的盤算呢 我們週一到週五下午1點到4點之間 是我們新聞宅集 現在目前播出的頻道包含了TPBS新聞 新聞大白話還有邵康戰情勢 所以歡迎大家跟我們留言互動一下 然後也可以來跟我們的鄭傑哥來提問一下 還有在我們的畫面左下角有QR Code 請大家掃描加入我們TVBS新聞網的APP 可以掌握我們最新的消息 好 我們就先問鄭傑哥喔 因為這兩天大家都在問這個 國民黨是不是有救了 我們就先從這個我們邵康哥要重回國民黨 這件事情開始談起啊 因為其實昨天我們有看到邵康哥出來開記者會 他就說現在就像是這個慈禧太后指使義和團 已經氾濫成災 理性的聲音都被消滅光光啦 包含說像是蘇瑋碩啊 楊智良啊 通通都會被這個1450給殲滅嗎 所以現在連國民黨好像他覺得國民黨不夠力 這也跟這個鄭傑哥之前講的蠻像的 就是說國民黨好像對於這個民進黨 還是沒有拿出那種好野性來反制喔 所以現在就是他說要出來登高一呼啊 鬥鬥亂成賊子牛鬼蛇神 但是看起來好像真的有威脅性喔 馬上NCC就跳出來講 他說如果這個趙少康同時還兼任這個 中廣的董事長的話 他們是要開罰200萬台幣的 他幹嘛要這麼怕勒 就是他馬上就要搬出法規來講 因為其實趙少康就是邵康哥他有講說 他如果選國民黨黨主席只要宣布參選 他就會出清所有的股權 然後也辭去節目 但是我們看到NCC很急耶 很急這個動作你怎麼解讀 其實這就是民進黨的這些東廠西廠啊 張西西啊這些機構啊 他們只要看到國民黨這邊有什麼跡象的時候 他們馬上要出手就打嘛 他們就是一群打手啊 那馬上就說要罰你200萬啊 如何的 其實民進黨現在對於在野力量的迫害已經是無所不及了 我看無所他們 大家要注意喔 不只是罰款啊 查水表啊 他們還抓人啊 現在統促黨被抓了好多人 新黨那個王炳正偉差點被抓耶 統促黨已經有兩個人去坐牢了 他們就是用一點細顧啊 然後就找你麻煩 然後就把你起訴就把你判刑就是關起來 所以民進黨還有像那個有一個大陸的一個配偶 他就做兩岸交流嘛 他就他這邊有一群姊妹濤嘛 大陸的一些就來台灣的配偶 然後他就跟大陸做交流 有時候大家組團啊到大陸去玩 這也變成幫共產黨統戰 被國安法起訴耶 巧立一些名目 愈加之罪何患無辭 所以民進黨現在他是這樣子的 他就是割喉割到斷 你假使沒有抵抗 他就把你通通殺死 就是民進黨現在的做法就是這樣 他不會手軟的 他不會手軟 他已經把國民黨黨產抄了 他就抄什麼婦聯會 抄國語日報 他絕對不會停止的 其實趙少康他也不得不出來反抗 因為中天以後 民進黨就要衝著中廣了嘛 對那你束手就停 就被他欺負嗎 趙少康不是被人欺負得了吧 對 所以你覺得他這個動作 我看昨天你在臉書上面也特別po了一篇 你覺得這個動作你是正向來看待嗎 就是他重回國民黨的這件事情 我覺得是非常肯定 非常肯定 那我們作為老朋友呢 我也願意啊 住一臂之力共襄盛舉 一起回去嗎 鄭捷哥也要一起回去 我已經是國民黨員了 我現在是國民黨員 你現在是恢復了 恢復了國民黨 我洪秀住的時候我已經恢復了 對對對 那所以共襄盛舉是要怎麼樣的共襄盛舉 他們假使要 要救國民黨的話 我長期以來一直有一些想法 就是因為國民黨 它這個黨 它是一個老舊的一個黨機器 從解嚴以後呢 它一直還延續過去的整個的架構運作方法 然後呢 包括工具的使用種種來講 它都是很落伍的 你可以想像有一個黨 它每一年每個黨員收200塊錢的黨費 然後呢 它的那個黨工啊 黨工已經是數量不多了 像我們這邊 兩個鄉鎮才共用一個黨工啊 黨工要去跟黨員 一家一家 行摩托車去收200塊錢 啊 這麼傳統的方法 現在人家 大陸已經在用那個支付寶來 數位支付了 現在也可以用LinePay啊 現在我們還是黨工啊 黨工還一家一家收 我整個黨機器其實有需要大改造 要不然呢 蔡惠康他即使回去當黨主席 以他 這麼優秀去開個舊車子也沒有辦法 他這個東西 這個假如戰狗機來講啊 我們黨大概是二代機 人家現在已經進步到五代機了嘛 沒有辦法進化一下嗎 如果他回去的話 有沒有辦法推動這個進化 我想他回去的話 應該不只是要選國民黨 第一步應該是改造國民黨的黨機器 提升國民黨的戰力 因為國民黨這個百年老店 其實現在經營上有很多很多的問題 它的效力有很大的問題 譬如他的黨的提名 就有很大的問題 提名制度啊 你只要靠那種室內電話的那種民意調查 他永遠都不科學不正確的 現在年輕人手上都是用手機啊 連老人也開始用手機 也在用LINE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你還要打電話到家裡頭 你桌上的那個電話去 然後大家手在家裡頭 去接這個民意調查 那不是很原始嗎 所以國民黨其實 也是一個改成的時機點 數位化 就不要再用這種騎摩托車收檔費 先從收檔費開始數位化 而且喔 而且現在人家的那個 一個Club 一個比如說健身的一個 一個大的健身的那個系統啊 幾十萬個會員 別人怎麼在管他的會員的 他這個會員檔案是怎麼管理的 國民黨現在的這個黨員 你問隨便哪一個 現在這些國民黨大頭 到底有多少個 假不精確 然後那個黨員流失呢 大家也不在乎 馬英九的時候 國民黨有120幾萬黨員 現在已經到了20萬不到 投票的時候 黨主席投票了 那這個是損失 跑了100萬 跑了100萬 那你假使說 你任何一家會員制的公司 或者社團好了 你的會員少掉了 少掉了120萬 少掉只剩20萬 你緊不緊張 可是國民黨不緊張耶 那現在還留在裡頭的那些黨員呢 其實並不是很合理的存在 因為他們有的人不用交黨費的 那假使要交黨費的 黨國沒有人跟他說 他就自動的變成不是黨員了 那可是有一些人是不用交黨費的 所以這種勞黨員 這種的特別多 另外就是人頭黨員 為了要選黨主席啊 那個派系呢大家就去拉人 那這些人就推 大概100個推一個出來當黨代表 然後黨代表再來推中職委 中職委再換票選中常委 結果弄出一堆萬年中常委 沒有人認識也不用做什麼事情 就每天拿著那個中常委的名號啊 到大陸到處放去做生意 說他是國民黨的中常委 人家共產黨一聽 哇 這中央常務委員這好大咧 所以有一些那種騙吃騙喝的 這些精神大概十少吧 這些人都很好笑 都很好笑 那誰當黨主席他們都要搗蛋 那不管馬英九當黨主席 洪秀柱或者是現在張啟臣 他們總是要搗蛋來證明它的存在 然後跟黨部去討詐一些東西 所以國民黨事實上這些 這些無所事事的這些 裡頭的這些什麼組頭啊 其實都很需要改革耶 所以你就講說 我看你講說 現在不是在現有的框架下 換一個黨主席 而是要把所有的Member管理提名決策 這些方針全部的改造 然後把百萬黨員找回來 你覺得這是可能 新任的黨主席當務之急對不對 我覺得邵康不要說一個人找一個人回來 他要去找玉木銘把這個新黨找回來 還有當初的這個宋楚瑜的支持者 清明黨也大部分都是藍軍啊 是不是也把他們找回來 等於說把泛藍整合起來 那有的可以整合呢 就回到國民黨 有的不行就用聯盟嘛 這未來國民黨要有戰力 我們要了解 必須是國民黨加 國民黨plus 他才會贏 因為現在的民進黨他的基本盤 經過他的執政這麼多年 已經比國民黨多了 所以國民黨必須要靠 加上黨外的一些力量 他才有辦法贏民進黨 目前蔡英文跟韓國瑜得票是6比4 第一年來國民黨是6 民進黨是4 結果也變成民進黨6 國民黨4了 但是在中間一定是有什麼關節出了問題 所以現在假使說 趙少康回去跟韓國瑜 他們真的合作 這是很好的事情 大家也會很樂意 但是問題 他們兩個加起來 有沒有辦法達到50%以上 他們的號召力 足不足以贏過民進黨 因為現在國民黨又沒有錢了 黨部都被封了被貼封條了 感覺未來的路 還有很多難關要克服 但也門前來說 是不是藍營的支持者聽到這個消息 都還蠻振奮的 我跟你講絕大多數的人都是很高興 當然也少數會有批評的 比如說 有的人甚至說 你當初就不應該出來組新黨 國民黨的分裂就是從新黨開始 那你現在回來 那你為什麼不帶著新黨回來 你一個人回來 有不少人一定要講嗎 對 有少數的意見是這樣 帶著一群人出去 帶一個人 帶著一群人出去 結果一個人回來 鄭捷哥我看你說 他其實這個動作 你說我看你臉書上講說 回國民黨是件好事 也給這個挫敗的藍營支持者 帶來一絲希望 至少藍營多了一個穩定的炮陣地 他是不是很有這個凝聚的大家力量的效果 因為其實蠻多的國民黨的委員也都跳出來 或者是議員都跳出來說 這真的是一個重磅回歸 我跟你講大家要了解 就是少康他的媒體系統裡頭人才記記 他應該有兩個全國的廣播網 那現在廣播又可以透過YouTube又可以視訊 他手上然後他有一大堆的人才對不對 還有很多的那些重磅的那個 南營的這些名嘴在他那邊開節目 而且海內外都在收看他的節目 其實影響力很大 所以他講說他有三百萬大軍 我覺得潛力是有的 他回歸國民黨潛力是有的 而且我覺得早上回歸國民黨 我們看得比較高興是說 國民黨從以前多少年來一直在分裂 國民黨在李登輝的時候 有占80%的選票 到了後來又變成60比40 到陳水扁第二次選的時候變成50比50 那以後就是6比4跟4比6兩邊在差距 可是你想國民黨 從80%的絕對優勢到今天這樣 只有很多需要去思考的地方 但我們從外界的動作來看 就是我們剛剛一開始提到 明明邵康哥他講說他會辭掉媒體的工作 然後也會賣掉股份 可是NCC是趕快出來動作 NCC其實某種程度 除了剛剛正傑哥講說是打手 其實是不是也反映出 的確是對綠營造成了一個威脅感 所以他們要趕快先發制人 當然 因為這次不只是邵康一個人回來 所以他跟韓國瑜結盟 他們兩個單獨來講都不足以 打得過民進黨 你知道嗎 其實他們兩個加起來 大概也是打成平手而已 還需要更多的人加入 對 所以我們看到說王世堅其實也有講 他說其實如果就是邵康加上韓國瑜的話 其實這個組合的確對綠營來說是非常大的威脅感 我們拿出這一張看板 他說這個會成為民進黨2024的最大對手 現在是這樣 他們韓國瑜跟趙邵康其實他們的支持者 你比較仔細去瞭解 都是同一批人 他們就是這麼多年最忠貞的藍營的支持者 趙邵康以前新黨的也是 最忠貞的藍營的支持者 宋主瑜的也是 馬英九的也是 王世堅他講一句話很有意思 他說韓粉們都在等一個人 都在等一個人 現在看起來是不是他就是這一個人 對我跟你講 我也有透過朋友給韓國瑜一個訊息 他被人家罷免掉以後 你不可以躺著就不要爬起來了 還沒有數到10要趕快爬起來 你不能是被人家打完以後 打完以後就跨了就趴了就躺在那邊了 現在快數到10了嗎 這樣看起來快數到10了嗎 你要了解還有500萬個人對他有寄望 被打敗了還可以打回來 戰爭這打拳擊一樣 沒有說一回合決勝負的 對 那他現在也 這次他很聰明他找到趙邵康 那他們兩個的結合呢 其實是非常的有復古性的 因為韓國瑜那邊他沒有大批的這個 他們的支持者除了有重疊之外 也有一大部分是不重疊的 因為當時其實在總統大選的時候 本來邵康哥是支持我們郭董嘛 所以後來 對 那一批人可能也會因著邵康哥的這個 等於說回到國民黨也跟著回到國民黨嗎 我跟你講我當時我也是比較傾向於 說國民黨應該要支持郭台銘來選 那韓國瑜呢 他應該好好的經營南部 把它變成一個固定的地盤 因為台灣那北邊是藍的 那邊是綠的已經太多年了 好不容易在高雄能夠奪回一個基地啊 那這個簡直是 這個比襄陽還重要 這個城市奪回來 非常重要的 所以當時韓流的確是讓大家就是 為之經驗 他假設好好的做一屆兩屆好好經營的話 高雄包括南台灣都會變 所以有時候我們人不要覺得做哪個職位比較大 有時候你做高雄市長你做總統還大 因為你的重要性你發生了效果 對 沒錯 那他當時我 對他 因為我們也算老朋友 我跟他同一個眷屬的 我跟韓國瑜是同一個眷屬的 那 但是我 他選總統我就不支持 他選高雄市長 我是我所有的高雄的親戚朋友有全力投入的 那當時大家 當時有一個意見 就是說你市長都還做不到幾個月 你就要出來選總統 這種對選民來講無法接受的 但是我想這一次他沒有被打趴了 他還出來還做了一個很漂亮的動作 那我覺得過去的事情可以不要計較 就是以後我也希望他們兩個人開始帶頭 然後多找一些好朋友 有力量的各種人才 你至少NBA一個球隊要重組 你至少要二三十個第一流的人 那個球員 還有後面的教練 醫護人員 總總對不對 還有銷售門票的 你要重新組一個NBA球隊 國民黨的改造 在我來看也沒有什麼困難 他的規模也 不過就是NBA的一個商業規模 所以就不能光是只有這兩個明星 還有很多大將在各個不同的位置 這樣一個團隊才能打勝仗對不對 我跟你講 你至少要108個好漢 大家一起來改造國民黨 然後重新整隊 來跟民進黨一搏 你家民進黨現在有錢有勢 他還可以整你 他還可以跟你查水表 他還可以關你的人 民進黨現在是已經到了瘋狂的地步了 所以你國民黨不能說 只靠一個韓國瑜 不是 因為藉著這個機會 大家把國民黨的過去那種不團結 一團散沙 然後自私自利 然後每一個人呢 只想要選什麼 也不想到要跟別人說怎麼樣分工合作 把這個東西要徹底改掉 國民黨的領導人最大的問題 他們沒有辦法結盟的 他們每一個人都在競爭 每一個都想當黨主席 那一盤布拉魚哪有每個魚都是魚頭的 對不對 你真的要NBA的話 你有的人可以打前鋒 你剛剛打布朗姬斯 有的人可以打得分後衛 像林樹豪可以打控球後衛 總共有不同位置 大家不同分工嘛 不要每一個人都去搶著當黨主席 搞到後來大家都翻臉 有觀眾問說 鄭捷哥會參加韓家照的聯盟嗎 這個是網友天天好問的問題 我會的 我會協助 我不曉得他們接下來的計畫是什麼 假設有機會我會給他們一些建議 其實我思考國民黨百年老店改造的問題 已經是很多年了 因為我是研究組織的 對 一個組織改造的工作 就是艾克卡計畫 我已經研究很多年了 所以看起來很多網友們留言 很期待說這個鄭捷哥也來加入 就是你108條好漢的理論 也需要這個鄭捷哥的加入 我們繼續剛剛這個NCC的話題 因為NCC的動作出了 他說要趕快讓邵康哥要出清所有股份之外 前一陣子我們那個中天的事件 然後默默的就有個新的動作 現在說中佳要撤見還宇 要改送華視進駐52台 感覺好像離這個選舉越來越接近 雖然說2022 但是感覺像各方人馬都有動作在佈局了 是不是現在媒體的重要性也更重要了 就是他們等要開始強力放鬆一些 一些可能黨藝啊 或者是比方說 對比較親綠的媒體 像當然52拿回來之後 是不是要趕快放這個華視進來 或者是說還有台視也在爭取這個 他其實是1月20號才要首次審核52的宜憑案 但是現在看起來就是華視的幾率會是呼聲最高了 我跟你講他們其實 他們都不曉得台灣的媒體已經 從1.0進到3.0、5.0都不止的 你知道嗎 現在在YouTube上面的觀眾 他的點閱率 他的視聽的收視比率 比以前電視時代還要多得多 他隨隨便便就有好幾萬個人 隨時24小時直播隨時都好幾萬人在上面 以前的電視哪有呢 這是媒體因為被壓迫以後 大家反彈了 媒體人整個的士氣高昂 現在每一個都比一個 每個人都活潑的不得了 連那個主播都一個比一個漂亮 現在 對 然後表現的能力 一個個都很強 整個媒體的力量其實因為被壓迫而反彈 大家都轉戰網路新媒體 對 那以後呢 那個 弓箭大刀長槍留給民進黨 大家來經營新媒體 對這也是一個思考的方向 所以他們這個動作很明顯 他們就是要趕快把長槍大刀拿到手上 對啊 那你想想看 現在 現在 因為中天的事情 現在已經每一家新聞台 全部都上YouTube的 嗯 而且都有直播 對 像我們節目也是都在網路上播 對啊 你說 包括中廣也變成有影像的 那你說像那個三粒 三粒都來直播 嗯 哪一天說不定阿彌陀佛 佛光三粒也來直播 台灣的媒體完全會變化很大 嗯 剛剛有網友留言說 太好了 謝謝鄭捷哥支援國民黨一起救國家 哈哈 然後 中美方說希望鄭捷哥也來加入國民黨 剛剛鄭捷哥說他已經回國民黨了 然後他說讓國家再次興旺起來 對 我給大家看一個東西好了 嗯 其實我這個東西已經 擺了很多年了 哎呦 壓箱寶 什麼 嘿嘿 鄭捷哥要搞不開什麼 這是我的 這是我的那個 國民黨的 黨政 哦 副科版的黨政 哦 副科版的黨政 哦 嗯 而且他可以當那個 當那個 悠遊卡 哦 鄭捷哥你可以稍微 拿在你臉旁邊嗎 這樣我們可以看清楚 對對對 哦 鄭捷哥秀黨政 這是副科版嗎 副科版還是 副科版的 哦 其實這個就是一個進步 這紅袖柱弄的 哦 那 現在 現在這個 以後你說加黨費 去那個刷 油油卡 加卡就可以了 油油卡 還騎摩托車去收黨費 你的背面是油油卡 是不是 背面是油油卡 哦 所以還可以這樣子 弄成貼紙 貼在油油卡上面 對 有很多的改革 在於細節 像我們 我們講 那個 台灣有很多的東西其實 都 管理 像都比大陸還落伍 像我們那個 超水表 它水表也是很大的龐大的人力 一家以後去弄 對 現在 現在水表基本上都可以在網路上去 去 才知道你的使用量 瓦斯也是 瓦斯都還要用寫的 每次要 交瓦斯費都要去填那個數字 對 那你看 現在7M這麼方便 一個7M就可以辦幾百個項目的事情 結果我們現在有很多的組織啊 他一直沒有變態化 對 政黨是落後最嚴重 政府也是 我們的政府 也是他的 他極沒有效率 嗯哼 像以前那個王永慶就講 假使 中國民國政府給他來管 他用三分之一的預算 就比現在做得好 我相信他做得到 就像是一個企業經營 用比較精實的預算 就可以達到更好的效果 對 因為你想想看 大家一天到晚做一些無效勞動 嗯 對不對 你說這個時候 哇 還提前幾個月通知 然後大家來開黨代表大會 對 然後好不容易 黨代表大會召開了以後 那決定一兩件事情這樣 嗯哼哼 那現在假使你在網路上 你的黨員用實名字 你弄個黨員的網站 每一個人都要用真的名字 對 那裡頭的話 你隨時都可以做黨員 用數位匯集大家的這個意見 或者是說開會這樣子 對 所以你隨時你 你重大的議題 你都可以拿出來給黨員來表達意見 嗯嗯 好 剛剛又有觀眾來講了 這是我們老朋友洪他說 結合團結所有在野力量制衡執政黨 謝謝街頭政結霸王 然後還有一個tension他講說 祝祝姐最棒給鄭傑個讚 蛤 哈哈哈哈 然後我們 我我我 我們現在目前線上人數 將近一千兩百人 謝謝大家 這個是只有邵康這邊 其他平台現在目前 也有 欸我現在還看不到 我們我們先聽鄭傑哥說 對我我 但是邵康回來我 我 我有一點建議啦 嗯嗯 因為他們 因為民進黨跟國民黨 因為民進黨 他長期用那種文字魔術 你知道他能用假民調 造成大家很多的迷惑 嗯 好像以為現在台灣 那個 多數的人都支持台獨啦 嗯嗯嗯 但他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啊 其實根本不是這一回事 你知道嗎 嗯嗯嗯嗯 那可是呢 民進黨擅長做假 做假民意 然後逼得國民黨 也開始學他們講話 啊 然後 在表達的時候 用的 用字淺詞跟他們都很像 嗯 這點是對國民黨最大的傷害 嗯嗯 嗯 因為你 你假使這種其實語言控制是 是最厲害的 這種就是我們講文化霸權 哦 他只要控制了語言的使用 那他就決定了 你那個民意的走向 嗯嗯 所以 這個東西每一個字都要非常重要 不能夠隨便喊 嗯 但目前正結構這邊訊號好像有一點斷 OK 恢復正常了可以 好 請繼續 嗯 譬如說 邵康講說 呃 台灣要亡國了 嗯 這句話就有很多的語弊 嗯 嗯 這有點像那個民進黨的人在講的話 哦 一個台灣是什麼國家 中華民國是一個國家 台灣不是一個國家 嗯 台灣是中華民國的一個省 嗯 對不對 那 所以就是台灣要亡國 這句話是民進黨的人的說法 哈哈 應該要講中華民國 對 所以我說這個就是那個洪秀柱 他也很重 非常注意這個路線的問題 嗯 裡頭一個字一個字要好好斟酌 我覺得說那個秀柱 他的這方面的重視程度 也是值得我們大家參考的 嗯 嗯 你說像韓國瑜 韓國瑜也是一樣 韓國瑜本來我們的朋友幾乎全都支持他嘛 嗯 因為他那時候為什麼大家會支持他呢 我們很多的朋友全省各地跑到高雄去哦 嗯 因為他講九二共識對不對 嗯 熱愛中華 熱愛中華這四個字 是 熱愛中華 他表達這個熱愛中華 你熱愛中華在高雄得到那麼多的票 你就不要覺得說高雄是鐵綠的 這個綠色的鐵板一塊的吧 嗯 所以他選總統的時候呢 他又犯了一個毛病呢 他一開始他就被人家講韓式靠 就是國防靠美國 有沒有 對 那這個國防靠美國 當然這個統派的人就不爽了嘛 嗯 台灣呢 極毒的跟極統的大概都有十幾趴嘛 嗯 那你這樣國防靠美國 我們同派的人就是中美鬥爭的時候 一定支持祖國的 沒有人要支持美國啊 嗯 沒有人主張要跟美國買武器 來搞國防對付大陸啊 所以有的時候呢 我們人不要為了選票 然後呢 講一些比較沒有斟酌 沒有好好斟酌的話 這個會傷害到自己 對這個其實是蠻重要的一個提醒 就是在用自己的時候 對 當然我們每一個人都有犯過同樣的錯誤 嗯嗯嗯嗯 這次邵康我們也是幾十年的老婆 沒有 所以我也犯過很多錯誤啊 像我當初會離開民進黨 那很多人就認為 現在講起來是錯的 我可以留在民進黨的時候 跟他們做路線鬥爭 我幹嘛要把地盤放掉了 哈哈哈哈 唐樹輩就是這樣 這樣講的 為什麼要離開民進黨 這樣以後跟他鬥啊 所以每一個人 我們一生裡頭做了很多的決定啊 現在都可以來檢討 但做過的也許都是好的 可是我們接下來怎麼做呢 第一個 就是 就是 不要把政治當作一種英雄主義 嗯 因為有的人要當這個白馬王子 有的人要當那個普派這個大力水手 嗯 有的人要當超人 我們台灣這些年來 政治人物都表達 像陳水扁常常穿的超人衣服啊 那這種就是 我說搞政治的人 搞搞 特別是在一個民主國家 嗯 大家搞那種英雄崇拜 其實很好笑 你那麼喜歡當英雄 你去演戲就好了嘛 你幹嘛來搞政治 搞 真的要搞政治的人 你一定是跟基層的老百姓 要站在一起 嗯 大家曉得像那個 像那個巴拉圭的 有一個老的總統退休了 他 他在當總統的時候就一樣了 他沒有水戶啊 嗯 他也沒有官司 他就住在一個茅草屋裡頭 他就開了一輛破車 每天自己一個人開破車去上班 全國老百姓都愛他 他不需要水戶 沒有人要傷害他而已 嗯 就很清明啦 對 所以政治人物 不要英雄主義 你有沒有注意到最近 美國也發生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美國這個民主黨跟共和黨在選 他的社會主義的呢 一直都是比較少數的 嗯 美國也是類似我們這邊 應該是四四二 中間選民裡頭 二十八裡頭有不少是 在支持這個社會主義的一些社會福利啊 那個窮人翻身這種東西 嗯 那他們的那個領導人叫桑德爾斯 桑德爾斯 因為他是只靠百分之二十 他是選不上 他就支持著拜登 嗯 然後拜登當選的那一天呢 要開那個 要開那個 開那個慶祝典禮了吧 就是大家發現他穿個外套坐後面 發現他穿個那個 奥基上的那個衣服 然後手上戴一個很長長的手套 對對對 看起來像個遊民 哈哈哈哈 你家就把他撲圖 就把他撲跟那個阿甘撲在一起 對對對大家都幫他撲 兩個人做的 反對 那你說這種這種政治人物 是不是值得我們熱愛你 還是你會喜歡一個超人 對不對 對 政治人物 那個就是呼應那個 就是鄭傑哥你在臉書上面也講 就是現在這個藍營 需要一個走大陸 樹大旗敢去跟這個台獨法西斯 這種對抗 然後大喊主張這個和平統一的領導者 而不是趨於民進黨塑造的這個假民意 我們看到說像邵康哥他這邊 我沒有截圖出來 他說誰會比我更適合呢 他是解讀說 他其實當時會離開國民黨 就是因為是那個李登輝執政的時代 所以到不同不相圍謀 所以他就去了新黨 但是現在不一樣 因為那個時空下 國民黨才大 然後勢大 也不在乎新黨的存在 但是他覺得現在一定要 把所有這個力量團結起來 您覺得說他這個 誰會比我更適合 跟你剛剛所講的 走大路樹大旗 然後跟這個法西斯來對抗 是不是也蠻呼應的 我覺得 我覺得邵康是一個非常有能力 聰明絕頂的一個人 我們以前在市議會 的時候 在1981年我們就老同事 那他在市議會開始 他在國民黨裡頭就是最閃亮的 所以這麼多年來 他的很多優點我都知道 所以 我們還看到 游淑會講的這個很妙 他是說 26年前 趙先生就預言了 民進黨是法西斯 他說這是 94年一場 台北市長的選舉 大家有興趣也可以去看他臉書 有貼這個 這個影片連結 他的確那個時候 就是已經在講說 民進黨是一個法西斯主義 他說這個優術會講 根本就是先知 那我這裡頭要特別提到一點 就是說 周爾康也好 韓國瑜也好 他們現在要了解 現在的時局 已經到了攤台的時候 以前馬英九時候可以講不同不獨不武 那現在美國跟中國大陸都已經快幹起來了 你這時候只能夠決定說 你要當美國的小弟 還是要當中國人 現在必須到了一個選擇的時候 所以這個時候在討論這些問題的時候 你就不要怕你表達自己的立場 但是你要有論述能力 讓中間選民接受 中間選民接受 而且國民黨在 現在能夠贏到民進黨的地方 過去是靠什麼贏的 就他有能力處理兩岸關係 大陸也給國民黨面子 那現在國民黨 連那個論壇 那個國共論壇都放棄了 就把自己的兩岸的角色 就自動丟掉了 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其實我說國民黨不見得要 人家講舔共 舔共 你不見得要去舔共 第一個 我們都是中國人 對不對 就像周深那個歌星講的 我最大的遺憾 是我親不到自己的臉 那我是中國人 我怎麼去舔中呢 我親不到我自己的臉 所以我們是當然要親中 我們就是愛我們的祖國 希望中國未來越好 然後兩岸都共同繁榮 然後逐步的走向和平的統一 這個才是國民黨該走的大路 不要害怕民進黨 因為你能夠把兩岸關係處理好 老百姓感覺你國民黨有能力處理兩岸關係 那老百姓就支持你 其實大家也很現實的 老百姓也要生活 也要工作 也要做生意 而且再怎麼講 大陸現在占台灣的貿易額 占了40%以上 我們台灣每一年 從大陸賺的是好幾兆新台幣 所以我們講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 現在我們跟大陸的關係 即使不要講歷史淵源 我們光從彼此的經濟互相的依賴 大陸都應該是我們最友善 最重要的合作夥伴 那這個時候國民黨當然要去爭取 在兩岸中間扮演一定的角色 所以把國共論壇就不去了 這個事情其實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國民黨一定要贏民進黨 贏在國民黨兩岸走得通 你也不要別人怕你說怎麼舔共 對共產黨也不要說一味的負荷 你就客觀看待 他表現好的你就肯定他 共產黨需要改的 那你就去批評他嘛 你可以親中嘛 回到中國人的立場 但是你不一定要親共啊 對共產黨來講 你可以客觀評價他 他表現得好的你給他拍拍手 表現不好的你也可以批評他呀 沒錯很客觀的一個講法 是啊 所以我們可以期待邵康哥 現在大家在講說 是不是有機會邵康中心 邵康中心這個詞有機會發生吧 我覺得是相當有機會 但是還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因為假使只是一兩個人的話不足以成事 要108個好漢 而且可能是千軍萬馬 我們需要很多的人來重新建立一個我們正統的 在台灣的中國人的一個正統的力量 現在可能就是新兵老將都需要啦 不過講到新兵老將 我們就是來看一下這個 就是最近民進黨 就是對於那個 國民黨也是做了一個飛行的夾克啦 但是民進黨就拿這個 吳怡農跟這個賴品瑜 他們也穿這個飛行夾克 就來酸王玉敏 他就說怎麼一個50歲的阿姨在穿這一件 然後引起了大家非常多的反彈 就說你拿到對年齡有歧視嗎 因為其實當然給年輕人機會是好的 但是也不代表說要打擊掉所有的老的 就是我覺得不論老中輕 大家都有各自的這種可以發揮的空間 而不是說老就一定不好 年輕就一定好 因為其實網友們反過來酸阿 就說看到這個像是吳怡農阿賴品瑜 這種兩個政二代代表民進黨 重視年輕人好威的年輕人 真的也看到說民進黨已經長成了 當年想打倒靠派系協同決定一切的樣子了 反諷他們了 就是這些政二代就代表年輕人 其實人家也蠻多人說 對於這樣說法不是很以為然 政黨之間可以在 包括服裝戰略的很多的美學方面 去競爭來表現素質可以的 我說實在這個空軍的這種夾克裝 也不是現在才有的 有中華民國空軍開始就有了 對不對 對啊 所以沒什麼了不起的事情 那你說王毅銘我覺得他穿得相當好看 民進黨人 哇 講人家50歲還是個漂亮的手女 而且身材很好 很羨慕還是嫉妒了 看過本人身材都維持得很好 蔡英文已經64歲了 對啊 蔡英文不要哪一天給我 我們這邊就放 那辣台妹咧 不要哪一天穿這個 夾克裝給我們看到 我就把它扒下來 所以這樣子其實年齡其實也不好 老蔡英文 對啊 60歲可以叫辣台妹 那50歲不是更辣 我很討厭那種 我很討厭用性別年齡來批判別人 這非常殺文主義 對 沒錯 所以現在就是民進黨趕快出來道歉 也知道說講錯話 這真的是惹了很多人 其實像我們現在就是做新聞的時候 說60歲都不可以稱為是老人家 什麼老育 老翁 因為其實本來現在就是高齡化 現在醫學進步了 誰說60一定就老了 何況是50 40 其實現在很多演藝人員40歲 看起來也跟20歲一樣年輕 就是不要去用年齡來論斷 我跟你講不同的年齡有不同的資源 譬如說趙大康他70歲 可是你現在有辦法 在國民黨裡頭另外找一個 三四十歲有他的人生經歷的嗎 有辦法經營這麼大的一個媒體王國的嗎 手下有好幾百萬個人才在那邊嗎 對不對 他有他的長處 對 他既然沒有70歲他也沒辦法累積到這些 是是 因為像拜登這一次選上美國總統 大家都講說其實你也不要覺得說70歲 你就不能做什麼 人生70才開始 就是真的不要用年紀來覺得說 就不行 誰可以誰不行 誰穿外套就醜了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 就是就像鄭潔哥講的很 用這種年紀跟性別真的是很要不得 其實不同年齡的人做不同的事情 有的時候國之大佬 他不一定很年輕 像周文王要罰咒的時候 江子牙已經是90歲了 但是周文王旁邊的那些幾個主要的參謀 全部都是八九十歲的老頭子 這就是智慧的累積啊 對就是不同的年齡的人做不同的事情 其實我覺得現在大家 藉著這個機會 重新把過去的恩恩怨怨都忘掉 還願意整合在一起的人都找回來 包括王金平 因為藍軍很討厭他你知道嗎 藍軍的基層很討厭他 可是王金平做了幾屆的這個立法委員 他認識的人 他的人脈 假使都拉回來 對國民黨是多大的幫助呢 就是我們不要把別人刻板印象 然後講到這個人就不喜歡 其實照照看也有人不喜歡啊 那何必呢 我們看一個人的缺點幹什麼呢 我們看他的優點 我們覺得一個團隊的話要優勢互補 這個叫優點管理 不用每一個人的優點 不要去看他每一個人的缺點 的確是這樣子 我覺得鄭傑哥做了一個很好的提醒 所以鄭傑哥才也回到了國民黨 要來替這個國民黨 再重新團結打拼一下這樣子 對其實上初的韓劉也是喜歡批評馬英九 馬英九他在當台北市長跟法務部長的時候當得非常好 那是我看過的最好的官員之一 他有他的優點 人家就是連結嘛 然後他家裡頭的人不會這樣激犬升天 他有他很多的優點 當然他跟民進黨的鬥爭比較軟弱一點 他想當全民總統 但是現在也應該可以檢討 我們容許別人有第二次機會可以嗎 馬英九現在不是為了為人來做問題也在奮戰嗎 對對 我們要不要給他一個機會呢 不要一天到晚說他娘罵他軟弱 給他機會重新來嘛 對所以我覺得其實鄭傑哥講出了蠻多就是藍營心聲 就是說也許有一些過去的事情導致現在的分裂 那現在或許就是一個邵康中心或者是一個團結的時間點 我跟你講這一次我比較最高興的一點是說 這麼多年來從解嚴以來 國民黨一直在分裂 從80%到40%了 現在終於有人開始在做團結在結盟的事情 對 真的 這是一個逆向工程 我昨天聽謝寒冰也這樣講 我覺得他也看到這一點 國民黨多年來就是分裂 越分裂越小 到後來被民進黨超越 因為每一個人都覺得自己是老大 他一點意見不爽大家就要分手 搞到國民黨就越來越小 那現在是不是應該要重新整合在一起呢 因為每一個人都被民進黨欺負 大家沒有感覺到嗎 嗯 那就有觀眾想說 民進黨在轉每一個 虎抱小霸王加油 直接幫你換頭銜了 放下仇恨優點管理智者不惑 這個觀眾朋友的留言 然後還有我們的老朋友李正宗說 過去因為李登輝爾離開的都歸對 一起打敗無良的雙標黨 就是打到打敗無良雙標黨 其實我們等一下也要來討論 就是說這個霸捷這個事情 因為馬上倒數中 這個禮拜六 因為這一回喔就是霸捷的事情 其實看到說蔡英文是兩次在中常會 就是說要一定要守住啦 就是說要請全黨之力守一個 不是民進黨的人要守住 然後也看到說黃傑喔 她現在就開始打出這個感性訴求 現在不去發春聯了 她趕快出來講說 讓高雄告別仇恨跟報復 其實很多人是對於這句話相當的不以為然 因為高雄很多人覺得說高雄的仇恨報復 不就是你開始的嗎 你那時候翻了白眼對這個韓國瑜 然後甚至就是參與了很多罷韓的行動 不就是你開始的嗎 我跟你講民進黨都笑死了 不要不要跟人家打架的時候 疫情人專門嗑人家爛份 打人家的時候手不軟 人家還手一下就在那邊要別叫我啊 你罷免韓國瑜的時候多狠啊 對 就我們都看到很多 韓國瑜醜化 很多在街頭上面就是去醜化她的圖像 醜化人家醜化到什麼地步啊 人家現在開始罷免你一個人就要被救護 我老實講 蔡英文她是怕這個有骨牌效應啊 王浩宇以後再來黃傑 黃傑以後再來搞不好 搞不好又是吳思瑤 以後人家一個一個來委 大家就開始整他們了 到下次立委選舉之前啊 也讓他們吃透苦頭了 因為這次民進黨是得罪了老百姓 基層的老百姓 他叫大家要去吃那個萊豬肉 把大家惹毛了你知道嗎 這次的這次的會去大免成功啊 跟民進黨強推這個萊豬有絕對關係 他們失去民心了 老百姓就是要給民進黨好看 所以其實很多人說要去霸黃傑 就像我們在這個電視公廳會聽到的 就是霸黃傑的領銜人 她就是一個離癌的單親媽媽嘛 她就是講說 在萊豬領檢出的投票上 在這高雄市議會 你是選擇落跑 你這樣子的議員當然值得罷掉 但是現在就是他們 就是黃傑的陣營 他們就是一直講說 就是因為我翻白眼 然後你們就是仇恨 你們就是報復 可是真的要看一下 就是你跟這一個生病的媽媽 比起來的話 這個綠營還在那邊嘲諷啊 1450全部都出動 就是充滿仇恨報復的這些用詞 也是綠營在做啊 然後再來說到這個仇恨報復 當初曾經說生前要照顧她 就生前啦就是許崑源議長 有對其他的黨員說 這個小女孩漂漂亮亮的很用心 要多給她一些機會表現 你也在人家死後去上直播的節目 還這樣子嬉嬉笑笑講說 在告別式上面不應該哭的 就是其實這些都已經讓大家覺得說 你就是仇恨跟報復 民進黨仇恨報復是民進黨最擅長的 然後有一個黨他執政了以後 把他在野黨70年以前的財產 把他清算充公 然後把人家的那個錢 就在銀行裡不可以動 讓人家發不出薪水 把人家黨部貼封條 還有比這個報復更嚴重的嗎 這個已經是 說的什麼叫做報復性 對不對 民進黨他執政以後 特別是這一件特別惡劣 說了很多我們認為民主政治裡頭 政黨競爭不允許的事情 所以他們下手是很狠的 贏了不是換了一個朝代 當然啊 而且他們現在抓人 像抓那個陳建華抓白茉莉的時候 他們很狠的 他就先到你家把你的手機搶走 把你沒收 沒收了以後從你手機裡頭 去找你的所有人際關係的人脈 然後你跟哪一個人通話通連 講過什麼話 他都拿來當作罪狀來整理 用國安法給你起訴 這下手的確是很狠 你說像王秉中那個事情 王秉中 假使有台商願意投資他幾百萬 做一個網路的新媒體 這有什麼關係 哇 還有大陣仗 上門要抓人 所以他們現在操作這種反暴富 也沒有真的得到民意的支持 這邊是我們找出來說網路聲量 我們就看反萊豬跟反暴富 兩個網路聲量的走勢 在這個地方 其實我們看到反萊豬的聲量 一直是比較高 反暴富罷免這個聲量是比較低 相差了2.4倍 現在看起來就是說 在這個綠營在地政治人物的聲量 雖然大於藍營 可是網路聲量是低的 所以看起來 這個霸凰節的機率 你覺得是不是 還是有機會過關 因為現在蠻多 有點五五波吧 就是很多人覺得說 霸凰節好像不太容易過 我對高雄當地的民情 我沒有去觀察 我也是看媒體的 但是我希望把它罷掉 只要萊豬立委有機會就罷掉 萊豬議員也罷掉 萊豬立委也罷 萊豬議員也罷 你們欺負老百姓到了這種地步 你叫老百姓吃就非得吃 而且還不做標記 叫大家忙吃這樣子 你吃到吃不到讓你都不曉得這樣子 這個有這麼過分的一個政府嗎 就是看起來機率 萊豬這個事情 光是萊豬就應該要讓民進黨被消滅掉 這個黨已經失去老百姓的信任 就是把萊豬放進來 這件事就已經夠讓人生氣了 民進黨光為了這件事情 他就應該要垮台的 他們當初是他們在反萊豬的 現在執政了以後 他們不講了吧 然後每一個人都變 只有一個林淑芬啊什麼 劉建國啊 還有一個是李偉昌 有三個人不一樣 其他全部都在講他們過去 反對的那種東西 對 所以民進黨其實已經變成一個非常沒有是非 而且他不曉得這個東西 對老百姓來講 老百姓有免於恐懼的自由 我每天買一個 買一個東西 到菜市場買個東西來吃 哪一個香腸都不曉得裡頭有沒有萊豬 老百姓活得這麼恐懼 他們這不是在壓迫老百姓嗎 很可惡 沒錯 光是萊豬這個事情民進黨就要垮 我判斷了 2022年民進黨會垮在萊豬 所以也有一個說法是說 其實也許蔡英文也是知道說 他們操作這個反暴富跟這個反萊豬 聲量差了那麼多 因為現在民意對於反萊豬的這個怒火還在 大家就是要一鼓作氣這樣不斷的這個罷免潮 包含議員 包含立委 大家都要來罷免 他們其實自己心裡有數 所有人就有人講說 是不是蔡英文 是要測試地方山頭的忠誠性 因為就是2018年的時候 其實在鳳山這個地方 韓國瑜拿下的這個比率 是56.54 是還超過陳其邁的 所以代表說 就像剛剛鄭傑哥講 鳳山不是鐵板一塊 但是蔡英文在這時候跳出來 也要來挺黃捷 有人講說 他是要來測測看 就是2022 是不是的確他會跛腳 所以他要來測試地方山頭的忠誠性 所以他要先下令 你覺得蔡英文真的會這麼做嗎 我覺得這不是測試 他們是害怕的 華浩宇這個事情被爆掉以後 他們嚇到了 他是個骨牌效應 他們也知道這個事情跟萊豬有關 他現在怕你等了 這會讓他們一直失血一直失血 到2022年 所以要趕快止血 他止不住的 止不住的 除非他說 跟李萊公司講 我們不同意已經盡口萊豬了 重新下一個行政命令 禁止萊豬 要不然他們這個血是止不住的 民進黨可能就垮在這個地方 你覺得這個怒火已經 就算黃捷霸不掉都止不住 霸不掉黃捷他們就霸立委 我有很多民進黨的朋友 他們怎麼說 他們也不支持萊豬 他們自己有沒有覺得自己 都沒有辦法說服自己說 這一回要去聽萊豬 他們就在罵他們的這些立法委員 民進黨這些忠貞的樁腳 都在罵他們的立法委員 罵蔡英文 這萊豬的事情罵翻了 老百姓有時候還有一個 最後的正義的一個判斷 老百姓也沒有那麼笨的 人家吃死他就吃死 所以其實這些裝腳應該也很辛苦 因為民意的第一線他們就要承擔 對他們裝腳他去拉票 他一個組頭一樣 那當初他拉來投民進黨的人 這樣會罵他 就他們也無奈就對了 夾心餅乾 是啊 所以那如果說黃傑 就是 反正剛剛鄭傑哥講嘛 不管怎樣希望被罷掉 那我們就來看立委好了 因為萊豬大家現在都喊出 因為之前是先喊吳思瑤 吳思瑤要成為第一個 但是最近因為就是這張照片 我們看到黃傑吳思瑤跟這個已經被罷免的王浩宇 他們站在一起 所以大家就說好 那就是先從這個3Q哥開始霸氣 因為他大家也覺得說他也沒在做什麼事情 然後現在看起來好像民進黨 對於陳柏惟的確就不想救他了 我跟你講 對民進黨的東西要叫他們付出代價 他們才不會繼續這麼囂張 現在大家 就慢慢罷免 慢慢玩他們 玩死他們 讓他們吃點苦頭 嗯 他們太過分 嗯 所作所為 先從立委開始 這個文明社會不容許的事情 嗯 我跟你講 只是我們很可惜沒有機會去罷免蔡英文 因為立法院他們過班 不會有人跑票嗎 對 我們沒有辦法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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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跑票 對 對不對 只要有機會罷免蔡英文 他都會被罷免掉 你想不想想 假如我們老百姓一人一票 也不要經過立法院 嗯 我覺得這次把公投當作罷免蔡英文 我們來租公投啊 就是你支持蔡英文的人 你還是反對蔡英文的人 直接把萊豬那個詞 當成蔡英文來看 對 當蔡英文的一個 他的信任度調查 就是你支持蔡英文跟反對蔡英文 直接這樣來看 對 他這個運動 現在來講是非常重要的運動 嗯 所以這個運動呢 第一個要結合各種民間力量 光國民黨力量不夠 民間有民間的反萊豬大聯盟 嗯嗯 裡頭也有很多工人團體啊 一些左派知識分子啊 有一些家庭主婦的 注重食安的 有很多這種團體 對 那就把這個當作說 未來的在野大聯盟 的一個測試嘛 一個練兵嘛 對 因為到2024的時候 我想要國民黨加才會贏啊 嗯 那國民黨就四成選票 一定要把很多社運團體 小黨 還有這些 這些那種一些很 包括統派這種 然後把這些人都拉進來 國民黨才有辦法 贏嘛 你覺得民進黨 非給他們一點教訓不可 是不是 他們已經到了什麼程度 我覺得這次應該讓他滅黨 這個黨太可惡了 哈哈 上次這個鄭傑哥 你元旦的時候 跟我們就是在現場 您人來到現場的時候講 你就真的說 當時你就是參與了創黨 但是你這一次再次重出江湖 是要來滅這個黨 是不是 那你想想看 當民進黨 當初是我們這些黨外人士 追求的民主來講 經過多少代人 付多少代價 嗯 當時的白色恐怖 被抓了兩萬多個人 槍斃掉四千多個 然後才有後來的民主運動 才有後來的民進黨嘛 對 對民進黨現在在迫害不同的人 在傷害民主的時候 他怎麼對得起 過去的這些老的犧牲掉的 白色恐怖被犧牲掉的 這些民主人士呢 對 關這一點他們都說不過去 所以這一回的話 當時鄭傑哥你在這個 就是手術之前 因為你這陣子可能就是 先把身體調養好嘛 你之前有講說 接下來你要讓全台遍地瘋火 那現在你目前的計畫 也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有沒有 接下來也許年後 或者是有什麼樣進一步的行動 這個 這個 我們這邊有很多的 這個反萊豬的民進團體 跟學者教授啊 家庭主婦 我們都 都已經 做過了好幾場了嘛 嗯 那 那現在就是說 現在輪到國民黨出牌 國民黨不是在搞這個公投嗎 對 那以後 在這個議題之下 大家有很多的 這個活動的空間嘛 我們的人也在幫忙連署啊 所以 現在最好說 韓國瑜他假使說 要 要讓民進黨 吃點苦頭的話 趴出來 繼續辦大廠活動 跟趙少康 叫一些人來辦大廠的活動 來當場連署 給他連署到一百萬兩百萬 看民進黨會不會崩潰掉 凝聚大家反對的 韓國瑜每一場不是有 有十萬八萬六萬嗎 你把影音機弄過去 或者大家自己帶來當場連署吧 看一場能夠收多少連署出 因為現在江啟臣他們 透過黨的系統這樣收很慢 對 那個胡志強這樣子也很辛苦 就把它當作一個運動 趙少康跟韓國瑜要回歸 讓他們起手勢 找了多點朋友 大家一起來反萊豬 先不談選舉 這個主意不錯 等於是說先有一個 凝聚的力量 像是共主的角色出來 大家就一起造勢 把氣勢弄起來 然後順便簽署 反萊豬的連署書這樣子 我說實在政治鬥爭就是打群架 要的話一起上啊 所以就不是遍地烽火了 你現在轉變策略提供給他們這個方向 然後你也會參與其中 說實在我現在又沒有任何的公職 我只有一些跟我多年來的好朋友 我現在又沒有公職 也沒有這些職務 所以你說我如何去遍地烽火 我只是說大家要一起來幹 我願意參與到裡頭 假設邵康跟韓國瑜 他們要反萊豬搞大動作的話 我會全力參與 會帶著我的所有的朋友 有些很有群眾運動經驗的 大家都一起來 就感覺現在戰術變囉 現在因為有邵康的加入 算是加入吧 就是整合了大家的這個聲音 應該不需要遍地烽火 可以直接開始打這種大型的戰役了對不對 現在應該可以直接進到這種 那個陣地戰 然後到公投的那天的時候 殲滅戰把他們幹掉 陣地戰在殲滅戰 因為原來打游擊戰嗎 我們現在線上人數已經快要 已經要突破2000人了 大家都來聽鄭傑哥講戰略戰術 鄭傑哥要不要再跟我們講一下 接下來你有沒有對於國民黨 有一些什麼樣的呼籲 因為很多很多國民黨支持者 有些人淡出 可能這一百萬人當中 很多人是失望而離開啊 那現在這個狀況下 你有沒有什麼樣的呼籲 或者是要怎麼樣 呼喚大家重回國民黨 國民黨怎麼樣才能夠這個東山再起 我跟你講 國民黨第一個要改變 因為他不要把國民黨當作一個地盤 一塊禁籃然後排斥別人 什麼要入黨要一年以後才可以被提名 然後連鄭傑哥這種勞展員都不可以選主席 國民黨弄了很多的東西才排斥性的 排斥別人的 要改變斯文 國民黨要開大門走大陸 然後不只是自己國民黨重整 跟這些小黨社運團體 都要做一個大聯盟 做一個很大的在野聯盟 你要把這個在野聯盟擴大 你才有辦法得到50%以上的選票 要不然國民黨即使自己再努力也就是40% 一定要針對社會中間力量 來跟所有的在野聯盟大聯盟 一定要結盟 不能再有英雄主義式的思維對不對 所以這次我說 我才是黨主席 然後我就不跟你結盟這種概念 對 我跟你講 我看到藍軍過去的那種分裂 這麼幾十年來 都是非常非常遺憾的事情 你看李德輝跟郝伯春 從肝膽相照變成肝膽巨粉 然後宋楚瑜是他的肝 好像他的肝兒子一樣 到後來變成他的敵人 國民黨一直都是人際關係一直在破碎 到後來好朋友都不能夠再講話 不能夠講一些真心話 到後來變成一個一個的孤零個人 我告訴你們 國民黨的高層真的是一盤散沙 你說馬英九他們上次總統選舉的時候 他們有出來調解一下韓國瑜跟郭台銘嗎 怎麼樣做最好的安排 對不對 有的人可以當選總統 有的人可以當行政院長 有的人可以選下一屆 他們有誰出來 來做這種整個參選會事情 沒有欸 你覺得他們是不是有點 好像吃不乾淨還是看戲 還是沒有扮演好團結的這種力量的角色 因為國民黨沒有真正的老大 已經沒有那種大家福氣的大哥了 那每一個人都比你多啊 你說馬英九跟他那個副總統 那個叫什麼 大海淳啊 他們兩個一個政總統一個副總統 應該好得不得了了吧 可是你覺得他們兩個有在互動嗎 所以如果這一次國民黨還真的因為 就是種種的關卡 就是讓邵康哥沒有辦法選黨主席 你覺得國民黨是不是就沒有救了 我 也不是 我跟你講 以邵康哥來講 他當黨主席根本不重要 他是你也很清楚 他當黨員就已經很大位啊 韓國瑜也不需要當黨主席 怕韓國瑜只要重新站出來 走上街頭一個嘛 很大位啊 不需要有什麼黨職啊 而且以後國民黨的改造 說不定不是現在的這種黨主席直選 因為這個很糟糕的制度 國民黨應該要內造化 以後國民黨是現任的立法委員 現任的縣市長 就變成一個中央的決策委員會 然後裡頭互選一個人當主席嘛 哪也需要這種到處去拉票請客吃飯 因為國民黨選黨主席 真的是一攤一攤在請的 很丟臉的 所以反而國民黨應該要學學民進黨 打群架的這一方面 對 國民黨他們不只是打群架 民進黨他們是剋爛飯 我們講眷村的時候還講 他們很喜歡剋人家爛飯 這些台客 他人多的時候他就欺負你 你一落單他就欺負你 他們都這樣搞的 你要從他村子過來 他就在橋邊賭你這樣 他們就這樣幹的 民進黨其實是代表 閩南人裡頭的一些惡棍文化 閩南人也有很忠厚善良的 可是有這種流氓文化 民進黨代表的是 閩南人裡頭的流氓文化裡頭 素質最壞的一群人 所以現在只能看就是 接下來國民黨怎麼樣的整合了 我覺得這是一個好的開始 問問鄭捷哥幫我們做個結論好不好 就是你對於國民黨還有什麼樣的期許 就是現在看到這樣子的一個轉變 你說是一個好的開始 那接下來該怎麼樣做 而不是說好的開始是彈花一現這樣子 我覺得下一步的話應該是 鄭捷哥跟韓國瑜他們 就盡可能找大家開始做一些整合的動作 也許開論壇 大家開始談國民黨的改造計畫 新的國民黨如何改造的計畫 這個黨機器如何更新 它才打得過民進黨 國民黨如何增加它的社會影響力 因為國民黨黨員已經 120萬少到20萬了 這是很大的問題 你有沒有辦法再重新增加到 100多萬的黨員呢 所以國民黨要做的事情很多 先改造自己 一邊跟民進黨競爭 一邊藉著運動中來壯大自己 那我看到的機會就是反萊豬運動 然後罷免 咬緊這個議題讓民進黨失血而死 抓緊這個反萊豬還有罷免 一定要團結起來 對 對這個不要放鬆 對民進黨他們過去的所作所為 我跟你講 不需要客氣 今天假使有人到你家 把你家貼封條 或者到銀行把你的帳戶封鎖 不讓你拿錢出來給小孩用 你要不要跟他拼命啊 國民黨竟然黨的財產被人家封了 黨部被人家貼封條 沒有人要在黨部門口保護 然後就讓人家來貼封條 假使我是國民黨的黨主席的話 我叫了幾千個人來 你要來封我的黨部 我們就來打全價 你看你要動員多少的保安警察 我動員三千個五千個 你要動員幾萬個警察來打 我可以讓你這樣欺負 所以國民黨應該要更硬起來 要像鄭捷哥這樣子 要反抗 不要再這樣子一盤散沙 你不要被人家打了以後都沒感覺 國民黨這一次 為什麼老百姓 你連自己都不能保護 你家都被人家抄家了 你都不反抗 那你怎麼保護老百姓呢 你政黨是要保護老百姓的利益的 結果你自己都被人家清算鬥爭 欺負到那種地步了 那老百姓怎麼樣寄望你呢 所以邵鋼這一次他講話 是有一些硬度的 我覺得是挺好的 那他也確實有本事 可以跟民進黨好好鬥一鬥 他有這個本事 有這個實力 所以我也蠻期待他的 那韓國瑜還是有一大堆的韓粉 他也不要說 就保守啊 關到家裡頭 他岳父的這個葬禮完 他就應該開始有大動作 他們應該開始到各地串聯 然後搞活動 因為民進黨現在 在這個關鍵時候 要跟民進黨鬥現在是最重要的時刻 而且這時候跟民進黨鬥還可以 還可以什麼保護台灣 民進黨現在是把兩岸關係 弄到戰爭邊緣 這時候我們當然不可以縱容民進黨 再搞下去嘛 所以這時候跟民進黨鬥 不要等到2024 現在開始就應該對民進黨展開 全面鬥爭 這樣子才有機會 在2024翻盤 對 我沒有錯的 好 今天鄭傑哥提供了很多很多 很具體的建議 就是說 不能夠在各為山頭 一定要團結起來 甚至是國民黨plus 就不光是國民黨 而是要凝聚所有這種反萊豬的力量 所以今天這個鄭傑哥提供了很多的呼籲 然後也對於未來這個轉變 也有很多的期待 我們很謝謝鄭傑哥 就是剛手術完 就是也答應說要來直播來談論一下說 目前現在這個最新的轉變的情況 謝謝 然後鄭傑哥也趕快把身體養好 因為剛剛好多好多的觀眾朋友都在替你加油 那我們也替鄭傑哥刷一波讚好不好 就是剛剛很多人覺得鄭傑哥講得很好的 我們也替鄭傑哥刷一波讚 替鄭傑哥健康也祈福一下 我這個因為我的那個肺部長了一個小腫瘤 然後被懷疑是我的肺腺癌復發 那我去把它用內視鏡的手術把它摘掉 摘掉以後今天我得到這個檢驗報告 說是良性的裡頭沒有癌細胞 所以我的肺腺癌病並沒有復發 我還是可以有戰鬥力讓我休息幾天吧 希望更多人跟鄭傑哥一起站出來有戰鬥力 要108條要千千萬萬個鄭傑哥一樣這樣子站出來 才能夠有凝聚的力道這樣子 好那我們就謝謝鄭傑哥 也謝謝大家在線上陪我們聊了一個多小時 謝謝鄭傑哥 鄭傑哥趕快休息把身體養好 謝謝 再來台北我們一起來再來跟大家直播 OK好謝謝 等鄭傑哥來謝謝大家拜拜 拜拜 謝謝 感谢观看